你这是商量吗 你总是说为了我干什么 本来还有什么事啊 他总是说这种 你有大事吗 这都没什么呀 我学的是设计 以后也想从事设计这份工作 他在外貌上班 然后就想让我 就是避了夜 直接去他那儿 我本来也没接触过外貌呀 为什么就非要让我去那儿呢 我想就是 我们在一个地方上班 每天在一起时间能长一点 你担心他在其他单位工作 碰到更优秀的人 你们这段感情会变得 很脆弱 不可靠吗 你有这个担心吗 你告诉我 这个没有 那你为什么让他 跟你在一起上班呢 他又是学设计的 跟你的专业又不对口 就是我可能就是怕他 就是在别的单位受欺负了 就是 受什么欺负呢 有可能就是工作上的 就是不太懂的 你就直接说出来吗 还是害怕 是不是有担心吗 你告诉我 有一点吧 所以你希望他未来毕业 还是在你能够 关照他的这种环境里面 去生长 是这意思吧 对 他如果就不这样 可以吗 也可以 这个都是可以商量的 是可以商量还是可以 可以商量的 你现在你们俩情感 最大困惑是什么呀 你能告诉我 就是之后工作的时候 就是工作 好 问问女生 喜欢这个男生吗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感情还在 感情还在 喜欢他什么呀 我当时见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挺正直 然后挺稳重的那种 感觉挺有安全感的 也觉得他挺体贴细心的 这个现在变了吗 这一年多的时间变了吗 他就是总拿那些事弄的 我觉得他对我的爱 就慢慢消磨的 就感觉没有了已经 好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让他们帮帮你们吧 来一起进入 新疆美容APP 秋笔特问卷 男生 爱情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能讲 投入缠出笔的东西 不是说我付出了多少 对方就一定要 回报给我多少 爱是一种 很美好的意象 有的时候可能 两个人 一方付出的 特别特别多 但是可能过了很多年以后 他们两个还是分开了 难道你去问另一方讨 说你把那些还给我吗 他怎么还给你啊 没办法还给你 你其实满足了 你自己内心的感受 即使像你说的一样 你说我都是为了他 我为了他 我为了他 在你为了他的这个过程 你自己感悟到的是 生活的幸福感 是内心自己的一种满足 你自己特别爽 但他都不知道呀 有的时候 这就像当年的那种 物物交换 没有货币的时候 说 我给你个地瓜 那你得给我一个土豆 我不想给你这个土豆 而且我也不想要你的 这个地瓜 是你一厢情愿 非得把这个地瓜 给我跟我换 我不想换 所以他非常难受 他一睁眼睛 他就觉得 哎呀这个男人 他每天告诉我 为我付出那么多 所以我是欠他的 这是我的债主 我得还债呀 我想做这件事情 债主说了不能做 所以我就不能做 是这种心理状态吧 所以压力很大 你跟他交流的时候 比如说你今天 不想让他出去玩 你就跟他说 你今儿别出去了呗 你陪陪我呗 干嘛非得说 那天我为了你 我都没出去 所以今天你为了我 它不是一个 等价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两个 可以从这种 交换式的爱情 过渡到互助式的爱情 不要换 换不来的 就是年轻人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帮助你 你帮助我 我们一起 好好的往前走 不要为了谁 是为了我们的明天 祝福你们谢谢 谢谢